嗨,各位小財神,今天大家過得都還好嗎? 我們今天呢,要來聊一個很有趣的主題,就是國泰世華Costco卡 尤其是無限卡這個等級,我們今天要來做開箱了 噔噔,這邊呢,我其實都已經有拿到了 那之前也有拍過就是簡單的一個照片來跟大家分享說 我收到了一張國泰世華的信用卡,但到底是哪一張呢? 今天呢,就來拍影片做開箱 也給這些就是大家如果不知道要不要辦這檔卡片 或者是期待收到卡片會拿到什麼內容的朋友 然後可以搶先看 可以知道說,當你申請了國泰世華Costco無限卡 你會拿到的就是今天要分享的 好,那我們往下走 這個今天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是國泰世華Costco無限卡的開箱給你看 第二是它的權益優惠跟介紹呢,也順便做個介紹 好,那最後的話呢,就是 其實你如果要成為Costco的會員的話 盡量就是還是要搭配它自己本身的這個會員 它有好幾個不同的會員 金星會員,然後也有商業會員 然後跟這個所謂的黑鑽卡的部分 黑鑽卡的部分之前有跟大家介紹過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的話也是可以回去看我們的影片 稍後都會做完整的講解 所以一開始呢,我們就來Costco無限卡的開箱 你看,都準備好了 所以當你就是如果有申請下來的話呢 其實你拿到的會是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現在就是直接剪開來 好,讓我給大家看一下 好,來 你會有的內容物就是 登登! 好,那我先把這個個子稍微遮一下下 因為我準備這個 我剛才發現這個紙膠帶真的很好用 像這種紙膠帶的話就是 顏色深的話,你就是稍微把它貼一下 那你的個子基本上就不會外洩 我覺得這也是蠻不錯的 所以呢,應該要先做一下這個功課 先把它弄一下 好,那再來的話呢 來給大家看一下 好,這是我剛剛貼完的 好,你收到的這個開箱會長這個樣子 好,然後把它展開 你就會看到你的信用卡在這裡 然後我這邊剛剛有稍微貼了一下 好,你就會發現 噢,沒有錯 它就是一張Costco無線卡 然後它這邊會寫到說 這個無線卡 那你自己本身的這個 你的卡號的後四碼 然後還有你自己的額度的部分 它這邊都會寫 然後還有什麼時候結帳 那再來的話呢 中間這裡是你的信用卡 那下面的話 是這張Costco卡的一些 基本權益跟優惠 等一下會做介紹 那背面的部分的話 就是有教你 就是如何開卡 開卡的程序 然後還有就是Costco卡 在某些地方 有一些額外的美食優惠的部分 你都可以看到 那最後的話就是 它有這個信用卡的權益條款 它是用QR Code的方式放在網路 那大家就是可以去掃碼 去閱讀 然後它還有另外一張 就是蠻有質感的卡片 它是一個Infinity的形狀 這個有一個無線大的這個圖示 然後在這邊就是Welcom 就是恭喜你成為無線卡的會員 那麼你可以享有的權益 就是都在這個QR Code裡面 那你也可以去掃碼 然後就是去了解更多 那再來的話就是 我要把這個卡片拆下來給你看一下 所以你申請下來的信用卡 它基本上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呢 它是屬於突字卡的 所以這個突字卡的部分的話 就是有些人喜歡 有些人不喜歡 所以就是看各自的決定 我自己是覺得 它換成平面卡也不錯 但是圖示卡也很好 那它背面翻過來的部分 它這邊會有你 當初你申請相片卡的時候 你附上的照片 然後還有就是卡奧後三馬 跟這個你基本的會員資料 如果你申請的是相片卡 那麼你帶這張卡片進去Costco就可以了 它只要有看到這張卡的背面這裡 它就知道這也是你的相片卡兼會員卡 那就不用帶兩張卡片 對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個人是覺得很方便 所以我後來我錢包就是都只在一張卡片 然後就可以直接進去Costco買東西 好來 我們的開箱基本上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如果你有想要申請這張卡片的話 你拿到的內容物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好那我們繼續往下走 這個卡片的權益跟介紹的部分呢 我覺得很多人可能也很好奇 所以我這邊也是就是 特別的翻開來我們的這個官方網頁 然後來給大家看一下說 如果你要申請國泰世話Costco卡 你會拿到一些什麼權益優惠 像他這邊一開始寫到就是 你在場內就是基本上至少一 part 多利金回饋 好那場外就是只有0.5 好 那麼你如果是代購好士多的匯費的話 也有多利金 好 這是他的這個三大優勢 那如果你是新戶的話呢 他有送你500元的刷卡金 所以你只要就是30天內呢 刷1000然後就可以拿500 好那這張卡片也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辦下來 因為他需要審核你的好士多會籍 所以如果你沒有好士多會員的話 你這張卡片是不會申請通過的 好所以如果你是國泰世話Costco 你的卡片去Costco的加油站做加油 他有3%的多利金回饋 但是他沒有辦法再跟你的黑鑽卡的優惠再做combo 所以就是只可以拿到3% 好所以這部分的話你可以確認一下 但是說他這邊寫每個月每戶額外的回饋上限100 所以你也不能刷太多 好但是基本上的話呢 Costco的油品會比較便宜 所以你自己如果很喜歡Costco相關商品的朋友 那麼你又住在中立你可以常常去那邊做加油 好那管內1%這部分的話呢就是基本款 好反正你在Costco也不能刷其他的信用卡 那你就只能辦這張卡片 好所以也無不可 而且多還能夠多拿1% 所以基本上的話如果你是省錢達人 你就一定要搬下這張卡片 你也常去Costco就可以 然後他的會費跟這個賣場消費折抵呢 是每年的8月1號到9月30號 可以在這個現場買東西的時候直接抵掉 好那我這一次去申請這個黑鑽卡的 他也有把我賬上的六七百點的這個多利金 直接折抵會費 好所以這也是一個很不錯的方式 提供大家參考 好那相關的這個所謂的聯名卡的多利金回饋模式 你就是點下去看就可以知道他有相關的權益 是像這樣子 好然後再來的話呢 這個二合一的Costco聯名會員相片卡 是我個人認為他的CP值很高的一個做法 因為你可以省去帶一張信用卡的碼 帶一張卡片在這個身邊的這個麻煩事情 所以你的你的錢包就會變得比較精簡 好所以這部分是我個人也覺得蠻不錯的 好那自動扣獎會費的部分就是說 你如果有申請 比如說你是在每年的七八月的部分 那他七八月 下一年的七八月的時候他會自動給你做扣抵 然後你帳上有的多利金就直接抵掉 這也是蠻方便的 那我最近在這個Costco買東西的話 他基本上都是直接感應就過去了 所以他那個不需要再做插卡的動作 我覺得也是很方便的一個做法 提供大家參考 那再來的話呢 這張卡片其實他有一些額外的權益 比如說美食饗宴的部分 那當然很多都是限定為這個無限卡的部分 因為無限卡他的等級比較高 所以有比較多的優惠都是放在這邊 如果你自己有常常去吃到這些 比如說台北韓社艾美酒店 或者是愛麗酒店 萬宜 喜來登 文華東方 新竹國賓大飯店 高雄國賓大飯店等等的一些優惠 那麼這個你就用得到 那就是划算 因為畢竟打個85折啊 打個9折之類 其實都是省去的服務費 所以你如果常常會去用到這些餐廳優惠的話 這個倒是不錯 然後中部跟南部也有做額外的配合 那麼你如果有興趣的話 其實在官網上面可以看到一些詳細的資訊 因為我們現在就在官網裡面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再回到最上面 旅遊交通有一些很特別的優惠 這也是我個人非常喜歡的 相關的資訊跟講解的部分 我有特別寫過一篇文章在我的部落格 也歡迎大家就是可以去點開看 因為你如果很常全家人都是用這張卡片做消費 那麼一個月要刷到1萬5我想不是很困難的事情 所以你就可以再拿這張卡片來買高鐵票 它這邊都有額外的回饋 這邊有寫到說 登錄之後會想這個票價金額10%的等值多利金回饋 那卡片基本有0.5 然後它額外加碼9.5% 它這邊有一些上限 比如說奪利金上限是570 所以這部分的話你就是再去確認一下說 你自己本身如果符合資格 然後也常常搭高鐵的朋友 那麼這張卡片就很適合你使用這樣子 那剩下的機場貴賓室或者是機場接送的部分 我覺得就還好 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好像大家也比較難去使用到這個優惠 那再來飯店住宿 我覺得應該是跟無限卡就是綁在一起的 如果有用到吃餐廳或者是飯店的部分 那的確是可以的 但是呢 如果你自己本身是像我們這種小哲組 不太可能就是一天到晚上那麼高級的飯店吃飯 那的確就是不太需要這樣子 好,字意揮桿 這也是給這個頂級人士去使用的 頂級商務人士去打球練習用的也不錯 好,那卡有的權益的部分的話呢 空的 好,下一個 好,接下來問題就是說 你如果要申請的話 首先你要有Costco會員資格 你要在申請書上面填上去 或者是你在現場首次申請 然後就直接填資料也可以 好,那這邊有年費說明 基本上首年一定免年費 那麼我這張無限卡它是要年費一萬 有一些減免的標準下面有寫就是 你如果有刷到30萬的部分 那麼它可以幫你做減免 我這張卡內我申請下來大概是有兩三年了 年年都是年費減免的情形 很簡單 就是你只要常常刷 國泰式網 它基本上就會給你 所以你就不用特別擔心 那預期卡跟白金卡反而比較簡單 因為只要 年消費18萬或者是消費兩次 一樣就是如果你很常去Costco買東西的話 我覺得這個對你來說應該都不是很困難的門檻 所以如果你自己本身真的有需要 然後也不擔心這個年費的壓力的部分的話 那你可以往無限卡的方向走 但如果不行的話其實辦預期卡也很OK 因為他們的刷卡權益都是一樣的 沒有因為是哪一張不同的卡等 所以給到比較高的現金回饋 倒是沒有 唯一的差別就是說 你要有相當的財力證明才能夠辦得下來 那沒有財力證明怎麼辦 就是努力賺錢努力存錢囉 這樣才有可能去拿到 就是這張卡片的優惠啦 基本上是這個樣子 所以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再來的話呢 第三個重點講到 依消費集聚來搭配不同的會員卡等級 因為你雖然說申請這張卡片 感覺上好像還好 但是它還是有一個年費的這個壓力在那裡嘛 所以年刷18萬或年刷30萬 會決定你辦的哪一張信用卡的等級 那再來的話就是Costco它自己本身 有屬於自己的會員系統 這個會員系統的話呢 基本的最低的年費 比如說一般人的話是精心會員 就是1350元 那你到底適不適合升到3000元的 這個所謂的黑撞卡的會員呢 我其實之前有寫過 應該是之前有拍過一支影片來做介紹 也歡迎你就是趕快來看一下 我這個掃碼觀看這支黑撞卡值得入手嗎的平息影片 那麼你就會知道你自己到底適不適合 就是繳3000塊然後來使用黑撞卡 基本上來講的話就是 你加上信用卡的回饋至少有3% 那你要刷10萬才能夠把3000塊的年費拿回來 如果你一年連在Costco都刷不到10萬塊錢 那可能就不適合辦黑撞卡 你可能就直接辦一個精心會員 然後再加上一個家庭付卡 可能這樣子比較適合你 總而言之 原而總之 有需要了解更多的請你掃碼 或者是點我們下面 這個我們的資訊欄的部分 我都有把相關的資訊減幅在上面 請你自己去研究一下 好嗎 好 那最後的話呢 來跟大家聊一下警句 因為我們影片最後呢 都要給大家就是醍醐灌點一下 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要量力而為 好不好 凡是要量力而為不要逞強 如果你真的沒有辦法 就是像寶可夢一樣 就是用全家人的力量 一起來刷卡 然後來累積這個 所謂的刷卡額 或者是賺這個紅利點數 那麼就不需要這樣做 不需要每張卡片都辦下來 也不需要繳年費的卡片 因為這些錢對你來說都是非常珍貴的 沒有必要為了要面子 或者是出去的一張尊榮感 然後就一定要 我就知道黑色的卡片 我就是要來一張 其實不用 重點是實實在在的回饋金入袋 那才是真正的事情 那其他的這些東西 都是喜喜火花浮華的東西 好不好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也非常歡迎你就是來訂閱一下 我們的頻道 那也別忘了小鈴鐺開起來 最新的消息跟資訊 才會傳送到你家 也非常歡迎你 把這一支非常重要的Costco 開箱跟介紹影片 分享給你身邊的親友 按讚公開留言分享都很棒 讓他們一起來領略 Costco省錢的力道 好不好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